电动车停在骑楼下 车厢内突然窜出大量白烟 短短没几秒车体瞬间爆炸 紫蓝色的火势越烧越旺 不仅整辆车被注容吞噬 甚至往一旁的娃娃机电烟烧 清晨五点多 马路上还没什么人车通行 住户都在睡梦中来不及反应 火势来得又急又大 窜烧到马路上浓浓白烟包围民宅 眼看就要酿成悲剧 还好一旁住户及时发现 协助救宅 挖机电地上满是白色粉末 消防队紧急扑灭火势 也找来台电人员协助关闭电源 量货的电动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原来这辆车已经骑了近十年 车主十二楼的住户都没换过电池 他们从屋内插助拉延长线充电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半 疑似因为离电池老旧过度充电 才会引发火警 看看这惊悚的爆炸瞬间 老旧电动车输于保养 酿成大祸 一把火不仅把车烧毁 还拨及娃娃机电 更差点危急 屋住一家人的性命 三星文冠许志诚 新北报道